金鸿瓷会堂省事团已经成立了六年 队员们的平均年龄都很轻 最小的也只有11岁 这么年纪轻轻便被派到海外参加大赛 相信他们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团队都这么年轻吗 一方面是这是中华民国的东西 第一是我们要发言这些国家 从小就是扎给人家学起这样 一方面就是为了传承 传承这个民俗之一 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吸收一些经验 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国的精彩 如何他们的比赛精彩的 那这是几次来参加比赛 第一次 这次比赛是大家都非常有看头的 我们对自己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那你对于这次比赛放眼在哪里呢 成绩展望 当然可以进入前三名最好的 这一到门